因應到無限性嚴的一致 今天是高中醫學講得好好 能夠一月二十五合作開校 但是可能在家庭上班 還有兩位醫學誘養 相同的照顧訴求 今天是說你還有屬立的 特因重心是為自己的照相受託 今天是政府社會處長林家瑞 在地上是親自告學校裡面 資金的特因重心 來實際相關的風雨措施 就是要求特因重心 要開始來六十個項風雨掌握 為U.A.I. 健康來把握 家庭將小孩三九問家庭 由老師接手進行體溫入車 主張小毒和四處方法 小孩受特期間一天指出 兩三天的體溫 若小孩留到體溫超過三十八度 就馬上同在家庭找去看醫生 當時要在家庭 因應到武漢肺炎嚴重疫情 同時的特因重心 從年後開始建立標準中入停輸 六十方葉為小孩的庇護保管 目前我們也是配合中央的防疫措施 就是家長進來我們會首先量體溫 告訴家長目前的溫度 然後接著請家長去施洗手 然後洗完手之後呢 我們就是也是在這期間都有告訴家長 進來中心入來進來中心呢 一定要戴上口罩 家長跟孩子 那我們的防疫措施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也會定期的就是每日都有所謂的教具玩具 因為孩子小他們的口語起強 所以教玩具每天早上的部分會可能在中午就清洗 那下午完的教具玩具就會在下班之前清洗 那這是針對孩子教具部分 那如果是在室外的環境 我們也是請那個環保局 配合環保局 那我們也做室外的一個消毒 老師自己本身 有我們人家的雖然工作人員也是 在照護的上也都是戴上口罩 那針對孩子比較小的也是鼓勵他 今天是社會主導林家瑋 在進行特別方式當局公共投影中心 西区公共投影中心 修律進步投影中心 和家具投影中心來洗漆 要求投影中心 要確實來做好各行的工作 當時公共家庭配合 當作來努力 投影中心受託 兩位以下的孩子年紀較少 對控制較不好 讓他作為需要添加嚴格 剛才有孩子發燒 掃流瓶水才加上官僚帶孩子 就醫測試測試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方也需要大家共同配合 造成安全嗎 作為為家具體的孩子 健康內進一會心裡 最新新聞中心 王小宣 家具其彩虹報道 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以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 最聰明請快去下載喔